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Probbit Bank 大众银行 很久没有看了 我首先呢来看一下它的趋势线 我这边有两条趋势线 一个Channel 股价在这个Channel里面 盘整住 可以看到它这边都有这个支撑 顶部这个全部是 主力线 而它横这边呢有一个前高的 主力线也就是52周 进高4.37 股价呢很明显在这个 底部的趋势线里面弹上去 这个也是刚刚好是这个筹码风的POC 弹上去了 但是哥尔认为 它要突破这个4.37 才是很困难的 首先它这边有这个顶部的这个 曲子线 有这个横的这个 曲子线在挡住它 装虫的主力线在挡住它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筹码主力线 打开来 看一下它的筹码主力线在什么位置 你可以看到 这个横的刚刚好就是这个过去历史的 曲子线也是在这边 它好事是说它已经突破了这个 蓝色线 跟曲子线再上去了 POC上上去了 但是我才是不认为它可以突破这一个 主力线4.37 去 如果你要去捞的话呢 个人就觉得在等等吧 就用这个曲子线 看下它几十位 踢破 如果它踢破这个趋势线的话 就是说它上升趋势 可能会反转变成 横盘或者是说下进趋势 不知道 这个时候去追 风险是蛮高的 这个是站在趋势分析来讲 基本面呢 它的那个股权 的问题呢 才是没有解决 才是不知道 会不会卖给谁 也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一个不明朗的因素 如果它 卖给一些 不涉的人 股价可能会 下跌的 这些都是有风险的 最高我觉得就 比较高风险 就等下也没有机会 回调买上掌卦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 想免费的使用这些筹码主力线 免费的上这个线上课程 可以用你的手机号码 注册摩摩马来西亚 今天是最后一天 明年开始就要开始收费 有新机的朋友 可以去留言区里面 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